或者我們可以分開兩副牌問 可能一副是下屆的特首會不會是女性 另一副是下屆的特首會不會是男性 可能可以這樣開 哦,好啊,好啊 好啊,好啊 那先問一下是不是女性 嗯,好啊 下屆我忘記了是甚麼時候選 3月多少? 3月27號 3月20秋,然後上任是甚麼時候? 3月27號投票選 上任是7月1號 男性大一點機會 上面那副牌鏡頭的上面是男性 下面的這個牌呢 就是女性的特首擔任 那男性的機會大一點 應該是男性當選特首的機會大過女性 當然現在我們沒有這個指名 是問哪一個人去當選 純粹看性別 男還是女 下屆的特首很大機會是由男性擔任 你會見到呢 男性就是上面那個牌呢 譬如有些特別一點的 你會見到有一個是太陽 當然太陽也是代表溫暖、開心、歡欣的牌 這個象徵性是明顯一點的 但是看到那個男性就算想贏 下一屆那個候選人 男性的話 就算他想贏 他都不是那麼輕易的 不是說我坐出來說我要走出來選 那樣 那就 好了 大家都覺得我是適合了 或者大家都覺得我是想選我 那樣 他都是要經歷的一番苦工 下下苦工 就是可能是選舉的時候 他都可能是要出來說一下政綱 說一下一個 是我究竟怎樣可以做些什麼 而令到市民那個民心是向他 或者選他的人 就是因為不是全民投票 那可能部分選的人 可以投票的人 可能選他 是看到男性那個候選人 都是要好下苦工的 就是不是走出來 我要做特首了 就是這樣 那就可能很多人選他 那他都要下一番苦工 或者甚至乎他是準備選之前 就是準備選之前 就是準備選之前 可能你不是三幾個月就 就是我想 可能下一屆的特首 可能是一年之前 兩年之前 或者幾年之前 他已經是準備去選 可能選之前的幾年 其實他已經在他的工作範疇裡面 有沒有一些 一些公職是可以有助他去選這個特首的呢 總之就見到他的狀態 就是要很努力 才去選得到的 那樣的意思 但是男性的機會呢 是大一點的 嗯 我們普通人看這副牌 我都見到男性 男性那個就有少少歡迎 我見到第二幅圖 有四個人 在那裡鬼盃 在那裡慶祝 還有男性的聖宫 是的 你看到這裡有三個人 就拿著三個聖宫 是的 其他呢 還有其他的 還有一個人是 好像黃帝 坐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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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片八碗紅色的那個 這個 那張牌 是的 其實這幾張牌呢 都是代表一些比較好的現象 尤其是這個呢 都是顯現他 都要去做些事情 才有所成就的 就是他要去 我意思是 候選那個人呢 都是要做些事情 才能夠令到那個 那個 那些人選他 那樣的意思 嗯 明白 現在暫時看到 男性的機會就大一點 女性呢 我剛剛看到 因為她的顏色 比較陰沉 比較黑 是 還有有這麼多劍 不停拆在地上 拆在上面 是不是 這個可不可以解釋多一點 這隻 這個 女性的 這個 下面 下面這個 嗯 那你見到這一副牌 女性的那個牌 其實都是見到 好像你這樣說 就是比較陰沉一些 或者沒有那麼好的 那尤其是這一個 是你看到 這麼多把寶劍 就插在一個人裡 那其實也是反映 就是 要女性去選到這個特首 下一屆的特首 其實是都很難 不容易 是的 還有是見到那些人的想法 就是沒有特別是哪一個人 那只不過是那個狀況 就反映 就算那個人出來選 他都未必是 那些人民的心態 都未必是覺得他是OK 或者想選他 所以好像你這樣說 尤其是你看到這個牌 是 都 很差 就是那個狀況 都是一個特別 代表 是很難勝出 其實 女性的話 那把劍下面 插著那個 那個是甚麼來的 那個物體 那個是人 有個人 嘩 真的是人 對 我們問這個問題的主角 是的 當然我們現在不是特別指明問哪一個人 純粹是女性的候選人 那其實是很難 就是見到 因為他好像都死了 很多把劍插著他 或者李家超四個人 好 嗯 等一下 第一副牌呢 我們就先問了陳志思 因為其實現在呢 其實香港都是只有一個人說出來想選 其實都未是進入 距離說去選舉都還有時間 今天才是2月頭 那 所以呢 我們其實都是猜 可能哪些人會出來參選 所以所有的問題 我都是問 假如 譬如陳志思出來參選 其實他有沒有機會成功選到下屆的特首呢 就是假如他出來選 因為他可以不出來選 嗯 等於那些人說 民間的特首是 周潤快或者劉德華 他們兩個不會出來選的 那他肯出來選的情況是怎樣呢 這樣 陳志思去選呢 其實就未必贏的 首先我看到他的心態當中 是 不是真是很 現在的狀態 是對著去選特首這件事 是有些保留的 即是他就算是想選都好 之前他現在都未必是很想的 那 不想的意思 包括根本他不會出來參選 那邊 那邊是陳志思呢 是 上面 哦 藍色 有藍色 哦明白 是的 那下面這個牌呢 就是陳某波 嗯 是的 所以呢 所以呢 就算陳志思 上職 他都沒有說真的很想出來選 因為他覺得如果做特首這個位 其實要選到或者做這個位 其實都是很難的 不容易做的 他會覺得可能很辛苦 可能很多的犧牲 那所以其實應該是他本身那個狀態 都未必真是很願意去做這件事 就算他可能 就算他要選到 可能他的智囊團 或者他的班底 是要對他很有利 就是可能下面某一些的局長 某一些局長人選 某一些人選 是要非常出色 可能他的那個班底是很受市民愛大 很受選的人愛大 那他要靠其他人士的幫忙 就是不可以只靠他一個 我走出來 我旁邊可能 帶其他什麼人呢 人家都是選我為中心的 但現在可能是看到他就算走出來 其實他要他旁邊的班子 他的智囊團 都是要做得很好 才有機會是勝出 就是可能那些人未必是只看他 而是你身邊有些什麼人 你選了什麼人去幫你 然後才有機會勝出 所以其實他 他未必是很想選 首先就算他真的走出來選 他那個呼聲未必是真的這麼高 有哪一張牌呢 最有代表性呢 你剛剛說的這些信息 是的 譬如你看到這個牌 你看到他的狀況 好像很多東西都很收買 不是一個很開放的態度 是的 其實也代表他的心態 陳茂波呢 其實他那個牌呢 是看到他的心態 都是想再想一想 再想一下 的意思 因為看到他要出來參選 或者他想不想選 其實是看到旁邊很多是非 可能是他旁邊有很多不同的人 給不同的意見 可能就算大家都贊成選 都好 可能想法又有些不同 怎樣選 選的策略 究竟是怎樣呢 那如果他是陳茂波 肯出來選的話 當然他現在還沒報名 他如果肯出來選的話 其實他的贏面 會比陳志思高 但是呢 就看到他都是辛苦的 就是都是辛苦才去選 未必是所有的票數 或者所有的呼聲 民心 是不是一面倒傾向他呢 就好像我剛才說 可能周潤發流都說出來選民間特首 他就大部分 他都是 就是那些人會民心 趨向是他 但是看到陳茂波就算出來選 他都不是那麼容易選到 雖然他那個勝算 如果大家都出來選 可能是陳志思肯出來選 陳茂波肯出來選 其實陳茂波的勝算就會比較高 我也看到 約阿夫圖是一個男士 握著一個 那個是權杖 還是健 是不是那個比較 比較 這個 這個 比較對應 你剛剛說的 陳茂波要選的 是啊 是啊 你會看到他那個狀況 都是辛苦 很難 這樣的意思 但是同事 是不是都顯示到比較進取 還有比較 比較有什麼想法的 有些機會 是的 有些機會的 這樣 但是 都不是說真的很容易 不是說大比數傾向 大家都覺得他好 那就未必了 其他呢 有沒有其他牌 需要記住 就是 要多一點補充的 例如這個 你會看到 星星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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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這個是星星 你會看到他的牌椅 牌像 都好像是比較好些 例如你剛才說 可能我看到有一些 是有個袍 遮住那個人 黑色袍 好像很傷心 很不開心 這個牌 你會看到那個狀況 都是好些的 所以其實 他那個勝算 都會大些機會 給陳茂思 看到嗎 看到啊 都看到一個有藍色的 多一點 一個就黑層一點 是 是的 那 上面 上面鏡頭上面 那副牌 就是李小家 下面那個牌 就是李家超 有什麼不同 有什麼解讀 那先說一下 李小家 上面這個牌 鏡頭上面這個牌 那其實呢 他就算心裡想選 贏面是不高的 那 一就是 當然他自己想不想選 我們現在的問題 不是問他想不想 而是假如全部四個問題 都是假如 他們會走出來選特首的 究竟有沒有機會贏到 下一屆的特首呢 那 李小家其實 難贏的 在這裡看到 就是他如果去選的話 他會很受壓力 就是很多壓力 而也都很難選得贏 還有他整個狀況呢 如果要選特首呢 就是當然可能 他在他的工作範疇裡面 都有一定的成就 但是 他真的要選到特首 這一點 離開他本身的工作範圍呢 其實他會覺得有些難去做 就是好像旁邊那些人 未必是很幫到他去選 嗯 是不是哪張牌比較 對現你剛剛說的東西呢 是不是有一個人 好像在推著一些 那個權杖 還是什麼 那個牌比較有 有適應對現呢 是啊 你會見到 譬如這一個 嗯 對 這一個你見到他 就是手拿著很多的權杖 還有這個人 你見到他好像辛苦到 彎了 就是你見到他是站不直的 嗯 站不直的 那個狀況是一般的 就是 不是一個很大壓力的 很辛苦的位置 那其實這個也都反映 他如果出來選的話 是的 那這個牌呢 就比較特別 有些代表性 因為會見到 他那個 這個人呢 是拿著很多支權杖 你會見到 他覺得 很大背負啊 很辛苦啊 所以見到他呢 那個腰都彎低了 就是站不直的 見到 嗯 那其實呢 也都反映呢 他就是 如果就算他真的 心裡面想去參選 因為我們這幾個問題 這幾個問題都是問 假如他們出來選的話 那其實有沒有機會 真的成功選到了 那他就算選呢 他會覺得選 在選舉的過程當中 是很大壓力的 還有其實根本他的勝算是不高的 嗯 我見到有一張牌呢 在圓圈的裡面 有一個人開始綁 有些什麼都是綁住他的 這個 是嗎 嗯 假如現在就不知道他有沒有意向去參選 是不是 現在都提不到 其實他都未必 都未必 我覺得 但是他就算是他肯出來參選呢 他那個勝算是很低的 嗯 那下一副牌就是李家超了 就是現在去到深圳那個 就是現在去到深圳那個 準備和中央的官員開會那個李家超 是啊 是啊 是不是都要人工一點的 你見不見到 是啊 其實如果他出來選呢 他那個機會是大過李小家了 嗯 我見到第一副圖 他有一個手拿著的權杖 那個是嗎 第一副圖 這個 這個 還有一副圖拿著那個先聲啊 這個圖好像挺對應的 還有太陽片 是啊 還有一副圖要太陽 那個是不是 藍色那個 是啊 但是呢 如果李家超出來選呢 其實 他要多些和別人溝通 就是可能和投票的人溝通 因為不是全民投票的嘛 那可能和要投票的人 可以有票在手的人 多些溝通交流 就是可能是說一下 如果我選特首 我有什麼政綱啊 我的意向可能是 有什麼可以改變到香港 或者想做些什麼啊 那他要多些表達他的自己 和和其他人溝通得好些 才有機會去贏到的 其實 嗯 可以見得呢 哪張牌呢 比如 就是在那裡 看到他的狀況 比如這個 你會見到他是 這個牌 這個牌 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 那個牌 不知道是不是調轉了呢 不是 他反而是倒吊的 都是一般來這樣的 是的 那 那反而呢 這個牌呢 就是 比如他看到他 他簡直是一個倒吊的人 那其實他可能 心態裡面都 未必是 真是一個 整個狀況 或者他的狀態 都未必是很下定決心 去想選特首 那如果他選 你都覺得他的勝算會大些的 他的勝算大過你小家 但是如果你問我呢 我覺得 剛才 剛才 如果 陳茂波出來選的話 陳茂波的勝算就大過他 陳茂波的勝算 是的 是的 但都難的 當然剛才說過陳茂波那個狀況 都是不容易去選到的 就是很辛苦 可能選舉整個狀況都是很辛苦 做很多事情 或者之前他的準備功夫要做很多 但是他的勝算 他的贏面其實 都高過李家超 嗯 我從這副牌去看 我看到 有一個 一隻手 捏著那個 好像代表了 一個權力的物件 有一個手要捧著一個星星 下面還有一張牌 有太陽的 還有一個人 會拿到一把劍的 感覺好像 有一種 有一種穩定 或者固定 操控 一些的感覺 是啊 但是很難 就是他其實 你說真的要他選到 不算是很大機會 就是當然 這個說法都是以大家都出來參選 就是是不是最終我們現在都是猜 有哪些可能性是大些的這班人出來選的 這樣 那你是 現在我覺得你 差不多了 其實 我們都沒有什麼補充 是啊 都沒有了 嗯 那其他的話題 你今天做不做 如果大陸那邊 是不是夜太夜樓 不做了 我看你辛苦 都沒有所謂 都做了 如果不是明天 因為我現在反而靜 反而商場沒有人 反而OK 哦 那好吧 那我們回到大陸的話題 我們下一個話題 就是 看看 好 好 我們先問習近平這個 會不會有機會連任 好啊 他應該心裏面都 好了 下一屆 他究竟有沒有機會連任呢 其實就見到 他心裏面 都想連任的 但是呢 對於要再連任呢 好像你這樣說 剛才說了 就是他已經是第二次連任 如果他再連任 就是第三次的連任 不是第二次 對 就是再連任就是第三次 因為上次已經是第二次了 嗯 那 那 他 其實呢 旁邊都還有很多顧慮 去令到他想不想 繼續連任 就是他心裏面其實是想的 但是呢 他覺得如果他再連任 是很多阻礙的 就是可能 究竟旁邊的人 究竟 就是想不想他連任 好像你這樣說 除了是國家主席之外 可能黨 其實又接不接納呢 或者其他人是怎樣想呢 那 他是對於要選這個國家主席 其實對他來說 是 很多 就是 覺得好像 和那些人的想法 不是很一致 還有他自己是很多顧慮的 就是 說真的 我覺得他心裏面是想選 但是他自己都不是100%想選 想走出來連任 因為他有心裏準備 就是他自己知道 再次的連任 就是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再次的連任 他是很難連任到 還有哪一張圖 哪一張圖 哪一張P牌 不是P牌 不好意思 哪一張 塔羅牌 是啊 塔羅牌 不要緊 切掉這個 我要切 因為很多人對塔羅牌很尊重 我怕我不小心 相遇到大家對這個牌的感情 是啊 譬如這個牌,這隻牌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牌看到有一個人拿著戰車、戰鬥 左邊右邊有兩隻獅子 其實都是反映他的心態有些紅心臟志想選 我看到一個獅子是黑白獅子 是啊,看到嗎? 看到,黑白獅子是有什麼意思呢? 其實都是整個是一個戰鬥狀態 但是有一個是一個天使的,看到嗎?有個翅膀 這個是不是? 嗯 是的,圖短就已經曬光了 可以嗎?圖短,是不是? 可以 是的,好 其實剛才都說了,他那個狀況他心裡面是想選 但是他自己覺得很困難的 而覺得就算選,有些人跟他的想法也不是很一致 但是他自己都多顧慮 那當然他有他自己的粉絲 他有他自己的一部分的人幫 那現在在這裡看到其實 都不是說完全沒有人想他選 或者沒有人幫他選 但問題是他自己要走出來選 就是繼續連任 其實我想他都不算很大的信心 嗯 因為他都覺得旁邊其實都有些人 或者有些其他的顧慮 就是因為他就是再再次的連任 那其實他自己都覺得很多顧慮 雖然他有他自己的鐵粉 有他自己的粉絲 但是都未必是 就是他心態想連任 但是他覺得都不容易去達成 真是連任到 嗯,所以現在都是一個未知數 暫時他們的訊息 覺得他可以順利 是的 其實都見到很多的顧慮 他去做這件事都不是說真的那麼容易 所以都難了 其實都很難 第三張牌是什麼意思 我看到很多光在那裡 第三張牌就是這個 嗯 這個其實看到有一個人 都好像很收買那樣 氣傷到誰出來做主席 是 是 都難了 即他的狀況都不是說 真是未必很有信心 覺得真的可以繼續再連任 嗯 所以其實現在都充滿了顧慮這一刻 可能 是啊,他自己是 那當然現在才是二月 其實他可能他還有八個月時間想的 是啊 是啊 就是這樣 這個天使後面那個圖是什麼來的 天使後面那個圖 是 是不是這個 是啊 你看到他聖杯上面 每一隻杯都好像有很多的東西 其實也是代表他實際狀況 都是很多的想法 或者很多的 他自己心裏面有很多的想法 明白 所以其實 所以我剛才說 其實他就算心裏面想選 他都 不是說真的 覺得暢通無阻 嗯 可能這一刻鼓勵重重 是啊 是啊 真的 那現在開最後一副牌了 好 我們就問他接下來會不會打台灣 是不是 是啊 這個話題講了幾十年 那這個就是問短期裏面 中國會不會真的出兵攻打台灣 其實我見到中國政府很想打他 很想 可以 很想出打 我們現在問一個進攻 就是一個 我們真的問打仗 那見不見到中間這個牌呢 其實也是一個正在打的狀況 這一隻 嗯 是的 那 正正就反映我們正在問一個問題 就是中國會不會出兵攻打台灣 這樣 那其實就是見到他心裏面 中國政府啊或者領導人啊 他們呢 就是那些班子 其實他們就很想出兵攻打台灣 那 但是心裏面想而已 但是應該短期裏面都不會出兵 不會真的打 嗯 只是他想打的 阿羅牌的 阿羅牌顯示的訊息 是哪一張呢 是的 那譬如見到 除了剛才說的這個話 心態想打 但是 其實也都見到他們心裏面是很多顧慮的 就是 譬如民心趨向是不是真的想打 譬如 就算他們想打 可能外奸怎麼想 可能國際怎麼想 國際間大家怎麼想 那 其實他都 不是真的覺得 現在是時候打 嗯 所以他最終都是不會出兵的 暫時短期裏面 嗯 現在張牌子看見好像有一些打橫 很多東西打橫 那裡 那個是什麼 嗯 這個 這個是權障 看右邊一點點 看右邊一點點 這樣 看到嗎 是 是的 那權障伯 其實也都代表他整個想打仗 這個狀況 是一個充滿著一個不穩定性 譬如剛才我講了 可能是他都顧慮國際間究竟怎樣看 如果他攻打台灣 甚至乎是民心趨向 就是可能中國是想打的 那其實 世界其他人是不是真的想他打呢 或者打 其實也都是很多顧慮 可能你出兵 就是你真的出兵 你可能人民 軍人 其實經濟之間都是一個很不穩定性 可能都顧慮打不贏 是啊 他不覺得是 就是一出兵就一定收回台灣 所以好像你這樣說 其實他們都是有顧慮的 雖然他心裡面很想打 嗯 明白 還有沒有什麼補充的訊息 沒有了 嗯 那我們今天到到此為止了 嗯 好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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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荣誉会员 和我们一起守护香港 守护十四亿中国人 获得真实资讯的权利